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段刻入骨髓的记忆 咱们这边没有炮带来 原来那边没有炮带 只听到的就是人的这个骨声喊声 这是最真实的章场 1987年1月7号 兰州军区有叶老虎之称的417团 及其配属分队组织了自收复老山以来 战斗最为激烈的出击靶点作战 代号为黑暴行动 这是整个对越自卫反击战中 中方打的最后一场较大规模作战 出击靶点分队在阵地上遭受了敌人炮弹的狂轰烂炸 战斗整整持续了十多个小时 1987年1月8日 爱斌作为黑暴行动的亲历者之一 对昨天发生的那场战斗依然无法释怀 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昨天的战斗已经结束 也可能将是我一生中战争生涯的结束 在这之前 我觉得以前的想法太简单 太幼稚了 本想战斗打响后几个小时就会结束 没想到一打就是12个小时 预计是三四个小时就要拿下来这场战斗了 可是从7点以后 我们下阵地的时候是晚上9点多 才撤下阵地 撤到我们巴列的帘子 167高地 是越军敏感度最高的前沿阵地之一 编号425阵地 是越军阵地上的一颗老虎牙 黑暴行动的任务是全间该高地手提 167高地的每一寸山体 都在越军火力控制范围内 多年时间里 越军不断地向中方阵地前沿 开枪开炮 打死打伤中方多人 其存在长期以来是对中方极大的威胁 中越双方在此高地多次拉锯 因此167高地上的越军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 和完备的作战攻势 黑暴行动是虎口拔牙之战 对指挥员和出击分队的素质及战斗力要求极高 黑暴行动困难重重 那个时候我们背的是手榴弹 背的是扎眼宝 背的是包婆筒 跟毛泽东闹革命年代 用的几乎是相似的装备 所以我们的装备就确实是落后 为了黑暴行动能够取得胜利 部队在战前做了详细的计划 编制情况就成立了第一突击队 第二突击队 火力队和战琴队 第一突击队肯定就是打的是主攻 第二突击队就是协助第一突击队 火力队当然就是保障 就是说第一突击队 第二突击队在冲击的过程中间 用火力保障他们往前冲 就是对周边敌人的一些火力点进行压制 中方指挥所为了与突击队员之间相互联络 及时掌握战况 除了采用电台联络的方式 还布置了电话线 到走车的七点队队的战斗大小 就在致死阶里 小的 对着这个孤兵 加电话限制 电话限制我后边就电话我拿着 后面先还给我拿布限制 马志军是第一突击队的队员 负责突击队与指挥所的电话联络 在那个战斗没有打消之前 所有的电台都是关闭的 不能用 你电台开了以后 怕人家把你把你的这个电台的破了 你里面有些说什么话 所以说在战斗没打下去 唯一就使用我对的质朴计划 跟切子是投的 1987年1月7日 黑豹行动在早上七点钟准时打响 集团军集中军师团 数百门火炮 猛砸敌人的炮兵群 指挥所 观察所 和重要火力点 所有突击队员都按照先前杀盘推演的方案作战 炮台一下以后电话先全部带来 我的电台就开始响了 说是111开始发 开始攻击 当电台全部打开了 已经那时候 提前了个有几分钟 全部打开了 马之军到达167高地后 立即与战友们展开了战斗 消灭攻势里的粤军 我在我二号去出现的只三个盾 三个收尾才有盾 就是连我们原来的观察 那里面可能又有第二 可能又有什么 所以说是我们拿上一走 第一坡是后边去 第二坡是带时间 先是五公斤的炸一波 一炸以后 我们稍微等一会儿 那会儿没反应什么 没问题 这开不到什么 那个业务一炸开 开不到 我们就在下一个目标 可能大概就是战略表面 这地可能一跪就没有多长时间 很快 越军将漫天的炮弹 砸向了在167表面阵地上的突击队员们 战情队冲上了阵地 开始抢救伤员 这是拍摄于救护所的照片 照片中军医寻小平正在抢救伤员 可有些战士还没来得及抢救 就已经牺牲了 陆陆续续慢慢 烈尸 也都下来了 我看到王兴华烈尸 当时身上很多地方全都是弹片打的洞 我知道 他是内脏的 手上粗血 内粗血 牺牲了 在牺牲的突击队员中 有两名特殊的战士 他们手中的武器不是枪炮 而是相机和摄像机 照相的袁熙和摄像的李斌 袁熙与李斌此次被编到突击队中 任务很明确 就是拍摄黑豹行动的影像资料 难以预料的是 他们刚上战场 就全部牺牲了 如果他俩可以 能把这个珍贵的一面留下来 我相信我们这个妖气战斗 确实是太惨烈了 你知道吗 黑豹行动按计划 在1月7号早上7点打响 军事团强大的炮兵火力 向敌人炮兵群 指挥所 观察所和重要火力点 全覆盖射击的同时 潜伏在敌人眼皮底下的突击队 向敌人猛扑 五分钟 就全部封堵敌人十八个洞穴 一小时零六分 就搜脚打洞完毕 随即坚守既得阵地 并五次打退敌人兵力火力反扑 打了一个漂亮的出击把点歼灭战 此时战斗似乎可以结束了 但谁也没有想到 其实最艰难的阶段 才刚刚开始 越军不断向167高地 倾斜炮弹 还将突击队回撤的路线 用炮火阻隔 突击队员们无法撤出战场 1月7号的白天 似乎格外的漫长 9点钟 以前打得很顺利 打完了以后就要回撤 这是最插火的事 越南人就掌握了窍门 把路一封 我们就回不来 在躲避越军的炮弹的过程中 有一个瞬间 李国胜至今想起来 还会冒一身冷汗 这么大一个洞 我就在那蹲着 我老感觉这个位置不太好 我问了一下马俊金他们那边带了一个 就这么一个 一个凤凤 他们三个在里边 我说我进去看一下 我刚离开 没有五分钟 那个炮弹直接就落到那个坑里 把那坑给炸起来了 我要再就炮弹直接砸我脖子上 不砸头上就砸脖子上 那既然有钢盔 那人肯定就完了 李国胜凭着运气与较高的军事素质 夺过了一次又一次炮弹 黑豹行动从早晨七点发起攻击 站至下午三点左右 已经持续了近八个小时 李国胜不得不停下来 招呼身边的三名战友 开了一次当小组会 因为我这周边现在就剩了这四个人了 四个人我就给他们开了一个会 我看十点左右把我可能跟李国胜会合的 会合以后那个时候什么情况不去 我的意思表明一个意思就是 不要给家里边找麻烦 就是我们不能当俘虏 一旦当了俘虏 那就得家人丢人 你牺牲了 你是英雄 但是你当俘虏了 你家人在这个 你这个出生地是绝对没有办法生存的 因为你是叛徒 或者你被抓捕录了 你家人在这本地没有办法 你哪怕跟越军同工为一进 留一颗子弹 给自己留一颗子弹 给自己留一颗手来 推路被炮弹封锁 越军也在不停地反扑 即便有着乐观心态的李国胜 也明白有可能撤不下来 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党小组会之后 李国胜等人又再次投入到战斗中 突击队员们都撤不回来 在指挥所的副团长梅启东心急如焚 当时指挥所与前线突击队已经失去了联络 因为敌人炮太厉害了 你架后就打掉 架后就打掉 你没办法 没办法前面联络 根本就没办法掌握情况 怎么办呢 好 我就说 我去吧 我们去的目的就是要搞清楚战场的情况 要想办法调兵过去 把伤员和烈士救回来 主要是这个人 否则的话 这个仗永远没有结束 彼时 宋飞 马志军 郭继娥 李国胜 四个人已经攻占越军阵地 正在潜伏等待后撤 其实他们心里并不知道能否活着走下战场 幸运的是 最后他们在副团长梅启东的迎接下 撤了下来 原来预计是两个小时 打两个小时就要结束 最后打了十小时 可能是四十分钟吧 下午的五点多时战斗结束 最后打的就是 咱们这边没有炮带了 原来那边炮带 只听到的就是人的这个 快声喊声 那么黑暴行动中 突击分队仅用一个多小时 就全坚守敌 为什么却需要十多个小时 才能完成回撤呢 其一 战斗打响时 敌人被我的洋洞所迷惑 他们情况不明 火力分散 而我触及把点分队 猛扑上敌人 封住敌人的全部洞口 和敌人搅在一起 这个时候 敌人的炮火 想打也不敢打 而回撤的时候 敌人已经情况明了 集中火力 拦住我回撤 突击队员当时回撤的路线 只是一两条狭窄的通路 容易增大突击队的伤亡 而回撤的时机也很难把握 比如敌人的炮火间线 就很难判断这个情况 到底是敌人的炮管打红呢 没有炮弹呢 还是故意的引入我们回撤 然后再集中火力 杀伤我的出击分队 黑暴行动中 突击队在反复争夺和斗智斗用中 准确把握时机非常难 突击队回撤时还增加了伤员和劣势 以及战力品 因此也增加了回撤的难度 延长了回撤的时间 当越军的炮火向突击队员撤退的路上倾泻时 中方的炮弹也在向越军的火力点投射 计划120吨炮弹 其实120吨炮弹 不算100以下的小炮 都算是大炮弹 120吨按照现在的概念 一个东风车拉5吨 也拉好几次车 他们就按这个来做准备的 但是郑二伯用我打的那天 打了1200吨 最后小炮弹 正体上的炮弹都打没了 炮管全都打红了 趁着双方都停止炮击的时候 突击队员分批撤向了战场 黑暴行动结束 撤出战场的李国胜 当天就安全回到了住地 第二天一早 在417团的训练场上 李国胜组织了一次 极为特殊的炮操 到了早上五六点了 干嘛 睡不着 集合 出操 睡不着 你就干脆也别睡了 大家情绪没有人嘛 把人拉出去 出了个操 排了个队 几个人 担负黑暴行动的 417团四连 及配数分队200余人 其中突击队88人 战斗结束后 只有8人没有负伤 自己走下战场 牺牲在负伤的 在住院的 完了我可能就没有几个人 我们下了 刚刚休整了几天吧 我李国胜 我们西安几个兵 还有王妃黄勇 我们几个 正门 到我们的模拟森地上 完了我买了鞭炮 放了几个鞭炮 大哭了一场 黑暴行动 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 取得了不小的战果 据战后统计 初级分队 以及协同作战的各部队 共兼敌353人 缴获和摧毁敌军弹药武器一批 摧毁指挥所9个 观察所16个 油库和弹药所20余个 各种攻势200余个 中越双方伤亡比例为1比6 实现了部队中 以小代价取得大战果的要求 执行黑暴行动的突击队所在的集团军 从1986年4月30号到1987年4月30号 作战了一年的时间 他们粉碎了敌人800余次 排一下规模的偷袭和袭扰 事实组织破袭 伏击和侦察作战213次 重点炮击作战21次 前一发而动全身的出击拔点作战4次 虽然以小的代价获得了大战果 但是也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那么明知战场残酷 支撑这些参战官兵的 是怎样的一种精神力量呢 战前第47集团军采取多种形式 进行专题教育和参战动员 部队还为出击拔点作战分队 开展了一项活动 为每一位参战官兵 拍一张照片 拍一段录像 以及录制一段话 唱一首歌的录音 李宗根是突击队的队员 与他共同上战场的战士们 最大的22岁 最小的17岁 正是年轻 健康 风华正茂 富有朝礼的时候 在最美好的年华 就要整理自己的后事 那是一番怎样的心境与感受 恐怕无法用言语来表述 在李宗根当年陆下的遗言中 或许我们可以探知一二 我叫李宗根 前年21岁 仍富万丈 1980年月月如 家族甘许生 胡郎县 孔苗乡 爸爸妈妈 各种敬礼 恨就于收到来信 恨是想念 我们再次已训练了三个多月 马上就要执行霸电任务 也许你们一见也不知道 但我给打嗝 耳嗝 简单叹果 爸爸妈妈 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你们叹唤 在已将执行战斗任务的时刻 我的心里是多骂的那次 爸爸妈妈 而恨恨不想照 安全回来和你们参举 可为了 祝国一万人民突然幸福 就是七十了 也恨知的 也恨应该 就说是牺牲了 我也就说 他的父母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军人的命令 前者他就是保抄此过 那留学习惨 这是再三难免的事情 爸爸妈妈 各走几名 再见了 再见了 最后 爸爸妈妈 坐入东海 手笔耐山 爸爸妈妈 下面 我跟你们唱几手 思念家教 思念亲生的歌 第一首歌 绝燃的风采 绝燃的风采 是一首纪念对月自卫反击战的歌 当年 总政歌舞团 从在政委 乔佩军的带领下 来到集团军慰问演出 御军建作为总政歌舞团的文艺兵 唱的就是血染的风采 是一首纪念对月自卫反击战的风采 也许我岛下 将都在期望 一只梦还要 很久的期待 我和我的气质上有火灭血染的风采 当时这首歌已经流传了 刚开始流传 所以我在老三的时候 每次都是唱这个血染的风采 这首歌是必唱的 正如歌中所唱的 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 歌词表达了 对月自卫反击战中 所有参战官兵的心境 也预示了他们最终的命运 究竟会走向何方 我们在老三前线 是跟突击队送行 当时我们有个舞蹈演员叫马赛 年纪最小18岁 后来乔政委就说 我们能不能找一个 年纪最小的突击队的战士 来跟这个一桌 部队立即按总政歌务团政委乔佩军的要求 找来最年轻的突击队员 名叫唐雍军 当年他才17岁 结果唐雍军他家里有姐姐 有爸爸 是个特别腼腆的孩子 我也去给他敬了酒 他还跟我说 玉大哥等将来打完仗了 我希望在家乡 再听你唱歌 结果后来就牺牲了 他母亲听见这个消息 疯了 三十多年前 玉军舰作为总政歌务团的文艺兵 曾多次前往前线 亲身经历了炮火硝烟 认识了一批又一批年轻的战士 切身感受到了中国军人为国捐躯的精神 结果他们回答我最让我感动的话 就是几乎很多都一样 就说玉大哥上战场就是要死人的 我们来打仗就是做好牺牲的准备的 我不死 别人家的孩子也要死 后来玉军舰为这些战士们 创作了一首歌曲 山岗上开满了山茶花 这种在云南和广西普遍生长的植物 成为玉军舰三十年后 回忆这段往事的视觉印象 红彤彤的山茶花 那是战友吐鲁桌 生命的风 第一是人到的场合可能有不同的 就会改变一些生存的一种思索了 对不对 因为毕竟不一样了 对吧 这是环境所迫 是吧 再有一个 这些孩子大多数都是苦孩子 是吧 都来自农村 他们很朴实 很憨厚 很忠诚 那是战友吐鲁桌 生命的芳花 那一片雨在这里 像一棵小树的岛乡 从此就不在这里 深耿发芽 参加队越自卫反击战的战士们 大多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 那时候大家学习的榜样 是罗胜教 邱绍云 黄继光等等的英雄人物 随着时间的巨轮缓慢行驶 往事入过眼烟雨 不同的环境和经历 造就了不一样的思维模式和处事原则 《薛染的风采》 是那个时候 红遍大江南北的歌曲 祖国在我心中 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 是那个时候传遍大江南北的口号 在这场长达十年的战争中 许多热血男儿参与其中 每一位参战的官兵 都值得我们铭记 接下来为您播出华润凤凰焦点关注